我刚才已经说过 谁惹我不爽现在就给我滚出去 你们不会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吧 别以为老头子把别墅给了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未成年人的一切都还得监护人做主 你敢再发疯我就马上报警 你不会以为公叔可以一手遮天吧 既然你们想留下来 可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再说魏祥这小子身上秘密活多 太早弄死了可没意思 让你们慢慢享受折磨才有确定 不想走也可以 反正一年后我成年之日 就是咱们断绝关系之时 在此之前希望各位不要再搞事 否则我不介意继续收拾你们 公叔派人接管别墅的安保事宜 再把二楼所有房间全部清空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踏走二楼 说完未成转身潇洒一去 而魏家人却只感觉像是在做梦 这个畜赏简直太无法无天了 爸 哇 你们也不管管 他把二楼清空问我们去哪里住啊 三楼四楼都还有客房 咱们先搬过去住着吧 现在公叔出面咱们也奈何不了他 先暂时忍忍吧 忍忍忍 到底要忍到什么时候 客房那是人住的地方吗 我怎么能住这么小的房间 闭嘴 有本事你去找他闹剧 你看看他会不会卖你这个面子 今天这个事有点不对劲啊 小陈不是个会害人的性子 可他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的火呢 难道是咱们真冤枉了他 不可能 自从小翔到咱们家以来 他真对相害过小翔多少次了 一个有钱贺的家伙哪里还有脸说是被冤枉的 是啊 他上次害小翔从楼梯口摔下来 你们都忘了吗 上个月砸碎花瓶陷害小翔 还抢他的莲花钱呢 几个姐姐顿时开始不停地讨论魏晨的不是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一切都是杨祖未祥的因果 早知道这个白眼狼是个坏种 当初就应该掐死他 搞得现在狼崽子都会咬人了 哇 你们可别忘了今天 他说了两次要和我们断绝关系 还有一年他就满18岁了 到时候继承爷爷留下的30%股份和大笔遗产 再加上公输等董事会元老的支持 咱们非得被扫地出门了不可呀 此话一出 刚刚还在滔滔不绝地魏家人顿时全都变了脸色 片刻后杜斯会突然阴冷一笑 放心吧 魏晨这兔崽子就是嘴硬心软 以前也不是没闹过脾气 哪一次不是咱们哄一哄就又乖乖当狗了 只要这几天你们对他好点就行了 是啊 都是一家人哪有隔夜仇啊 你们当姐姐的对他好点 他不就跟以前一样了吗 等他成年了 我还准备哄着他分一点股份给小翔呢 也对 一个未成年小屁还撒扑打管 不过是想要获得家人的关注而已 这几天只要少骂几句 他就会像以前一样屁颠屁颠的凑上来了 众人随即开始商量对策 而一旁的魏如云却没有跟着附和 沉思片刻后他赶忙岔开了话题 咱们还是先去看看小翔吧 他被灌了这么多花生酱 也不知是不是在急救 万一就不过来可怎么办啊 听到这话的众人顿时清醒过来 很快魏家一行人便来到了医院院长办公室 李院长 我儿子没事吧 他花生过敏很严重的 这回误食了大量的花生酱 是不是还在抢救啊 然而听到这话的李院长却是尴尬一笑 随后眼神是一旁的急诊科主任 刘主任 你给魏董解释一下情况吧 其实魏董不必担心 魏祥少爷根本就没有过敏 此话一出 在场的魏家人顿时全都瞪大着眼睛看向了刘主任 没有过敏 你开什么玩笑 确实没有过敏 他就是口鼻处堵塞了些花生酱导致窒息而已 简单中洗一下就好了 现在人就在病房里清醒着呢 说完刘主任便带着众人来到了病房 而当看到一切正常的魏祥时 对 对不起 我好像弄错了 我不是花生过敏 下时间整个病房里的气氛突然安静的可怕 就连一向爱子新切的杜思慧此时都察觉到了是有气腔 然而就在此时魏祥却又装出了一副可怜的模样 你们肯定认为是我故意陷害大哥的对不对 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难道当初是我误实了其他东西吗 听到这话的杜思慧瞬间心软 随后一脸慈祥的看向了魏祥 你这孩子 别想太多了 一切都是误会而已 下次可别这么粗心大意了 是啊 没事就好 也许小祥是对其他东西过敏啊 没事就不愿回家吧 一场误会而已 解释清楚就好了 此时魏家人脸上全都挂上了笑容 只有魏如云满脸古怪 似乎是发现了什么 与此同时 魏家别墅里徐茂公看着眼前的魏晨心中满是赞赏 少爷 你真的长大了 公叔 你叫我小五就好 以后我可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了 你的意思是真要和他们断绝关系吗 那当然 这一大家子眼盲心下之辈 我不想再和他们扯上任何关系 对了公叔 魏翔这小子笼络人心可是一把好手 倘若有一天他想要捕获你切记不要相信他 我身边可就只有你了 放心吧 老爷子交代过的事我永远都不会忘 那你看要不要我找人悄悄做了他 不用 这人也就会一点不入流的小手段而已 留着反而有大用处 时间很快来到晚上 魏家众人也从医院接回了魏翔 然而当他们看到魏晨一个人坐在饭桌煮位上时 刚刚还在满心欢喜的杜丝会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 王妈 这是怎么回事 咱们魏家的规矩呢 人还没齐怎么就开饭了 而且那一大桌子都是些什么菜 你不知道先生胃不好要吃清淡的吗 夫人 这是陈少爷让做的 我们也不敢拒绝呀 那就赶紧把菜撤走 看着就让人倒胃口 让人送些清淡的过来 听到这话的王妈没有立即行动 而是转头看向了魏晨 然而魏晨却眼神冰冷地注视着杜丝会 看不惯就鬼 我的菜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评头论徒了 杜丝会被这突如其来的挑衅器的咬牙切齿 就连身体都在微微颤抖 就在这时魏晨却站了出来 爸 那咱们还是先吃饭吧 王妈 快把爸妈最喜欢的几道菜都端上来 还是小翔好 不像某些人真是养不熟的白眼了 这辈子都别想让我多看一眼 我最疼爱的儿子只有小翔 很快一行人脸色刻意地坐下来 而魏国宏在扫尸了一眼饭桌后 却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王八 你们做事怎么越来越敷衍了 我的养胃要善呢 是啊 王妈 爸爸的胃不好你又不是不知道 怎么没准备药膳呢 对不起小姐 以往的药膳都是陈少爷准备的 他为了让先生胃口好一点 往往要精选几十种名贵中草药亲自熬煮 一锅养胃药膳动辄要炖煮三个小时以上 我们这些下人哪里懂这些啊 随着王妈的话音落下 在场的众人顿时全都瞪大着眼睛看向了魏晨 算你还有点孝心 快去准备药膳吧 然后再给小翔道个歉 今日之事我就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 你要不要听听自己说的是什么屁话 毒他妈翻脸了还想让我当牛做马 我看你还是吃屎吧 听说吃屎最养胃了 你 你说什么 放肆 魏晨 你怎么能这么不闻名呢 你的家教呢 谁允许你这么跟爸爸说话的 魏家众人再次开始了他们的指责和谩骂 而魏晨却是缓缓站了起来 不想吃是吧 不想吃那就谁都别吃了